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中午台北市信义区一台停在总站的277号公车 在斜坡上没拉好手刹车 司机就离开准备反战休息 于是公车就像溜滑梯一样倒退路 直接滑进下方超商 男子在骑楼正要走进商店里 突然间公车直接冲撞过来 件事情画面拍下可怕瞬间 不但所有东西被撞得乱七八糟 另外一个角度看更惊险 男子听到声音 精血不对 回头一看真的不得了 他吓得往后跳开 幸好闪过 虽然全家就是你家 但没有人叫你把全家撞暗夜 交通局调查确认是司机 没拉好手刹车就闪人 索性车上没有乘客 事故现场无人受伤 建筑结构也没有危险疑虑 但公车车尾撞进超商内 七楼天花板遭到严重毁损 旁边的店家跟机车也遭受波及 当下就是我要去那家燕酒 转送货 正好要开开门 就听到轰轰轰轰轰非常大声的 在滑下来的时候接近店家的时候的话 那个声音非常的大声 所以我只听到声音转眼看 公车撞进来我就赶快跳牌这样 我们只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 我们感觉是不是哪里爆炸 还是哪里发生什么极严重的车祸 我的机车停在前面 坏了 前两年南投才有中型巴士驾驶 一大早酒驾海林亭跑去买早餐 结果巴士就直接从斜坡上滑落 刚好撞进下坡的超商卡住 而且车上还坐着三名乘客 我没上车啊 这次肇事司机酒策值为0 业者依法遭罚最重9万 并致欠表示将通盘检讨 也会赔偿店家全额损失 大马路上什么奇葩状况都可能发生 在发生道路或行车纠纷时 要能确保有证据维护自身权益 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刚好这起老额特搜 就有一个非常推荐的选择 马路如虎口 出门走几圈就能感受到 台湾的交通有多危险 就算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 也不时会被突如其来的三宝Plan 现在不少人连骑机车 都要加装行车纪录器 以便在发生行车纠纷时 能有证据保障自身权益 但除了拥有一台合适的行车纪录器 你还需要搭配品质稳定的储存空间 十全科技推出了专为行车记录器而生的记忆卡 Dashcard行车记录器专用卡 支援Full HD 1080p高画质影片 耐极端温度 防震 防水 防X光 就算路途在颠簸 太阳在大 天气在热 车内温度在高 影像都依然清楚 关键时刻不卡顿 让你在发生行车纠纷格说个话时 直接调用画面记录超方便 十全科技Dashcard行车记录器专用记忆卡 限于各大通路热卖中 点击下方资讯栏了解更多资讯 是全手护你的行车权益 大谷50轰球将展出 现代棒球神兽大谷祥平 去年选择转队制到其后 本季终于长到季后赛滋味 还一路挺进到世界大赛夺冠 虽然大谷音商发挥不佳 但他在例行赛可是嘎嘎猛 赛季54轰59道的记录 成为时尚首位50-50俱乐部的成员 纳科创造历史的第50轰球 最终以约1.4亿台币成交 熔灯球类拍卖新记录 使出银弹公式的神秘买家 就是台湾投资公司优势资本 球迷都在期待能一睹风采 却有人不小心提前爆雷 受到不少画石迷喜爱的画石连锁品牌 创败人发文透露 这颗厉害的棒球将在第一高楼 台北101楼上的瞭望台展出 展出的位置就在他们的专柜 他收到101的要求要他们撤柜 所以大谷赏品的50轰轰到他了 还幽默反问 这是不是很有缘分呢 销创办人也都去表示 自己会去看这颗神奇的球 与大谷已经是好朋友 只是他还不认识自己而已 但活动被迫梗得太过突然 全台棒球迷已经蠢蠢欲动 于是台北101也不藏了 正时正在规划展出事宜 但目前时间还没确定 相关消息后续才会公布 看来棒球迷还得再等等 这颗历史流明的小白球 下一任主人确定是优势资本 但这笔巨款该讲落谁家 目前却有三位美国球迷 主张拥有该球的所有权 时间回到9月19 当大谷将球封向 走外野观众棋之后 看台上的球迷直接陷入疯狂 这场大乱斗的最终赢家 由身穿黑色上衣的萨赛克 高举着小白球脱颖而出 他也成为拍卖会的发起人 不过旁边穿着马铃鱼球衣 18岁的少年马克思就不爽了 他表示自己才是最早碰到球的人 萨赛克是使用蓝力抢走的 影片当下他还想把球讨回来 萨赛克还以为是要挤掌庆祝 于是马克思一状告上法院 希望可以阻止球被拍卖 没想到案外案又有惊喜 第三位球迷戴维道夫 也跳出来声称自己才是主人 声称当时曾牢牢地抓住球 被其他球迷跳过栏杆攻击 才会导致球宗托被抢走 很外面很乱 你会在这球迷戴络的判断吗 我们的网络都查询了所有东西 包括公司的视频 也告诉我们 进行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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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而是因为他价值好几栋房子 最后各方人马达成协议 同意让球仙继续完成拍卖 至于出售后庞大收益的所有权 目前诉讼还在法院进行中 毕竟没有人想跟钱过不去 我要发大财我的钱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 我们下期再见